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一字眉 我是妹妹 安妞 我是姐姐 我们话不多说 就进入主题吧 我现在主要讲述一下 通常人物 第一个人呢 他叫Michael Peterson 我们叫他老麦 老麦是这个案件的主要嫌疑犯 他是1943年出生 12月23号 然后是田纳西人 是一个小说家 而且是从杜克大学政治系毕业的 然后毕业完了以后 他在1968年就去了美国海军服役 后来又派到了越南去打仗 当时刚好是越战 然后三年后退役 就现今是有五个孩子 第二个人呢 他叫Patricia Sue Peterson 然后呢 我们叫他佩蒂好了 佩蒂 佩蒂 佩蒂是Michael的第一任妻子 他跟老麦呢 他之前在德国生活了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呢 还认识了一对夫妻 叫做伊丽莎白跟乔治 那个有点乱了 老麦的妻子 叫佩蒂 第一任妻子 对佩蒂 对对对 然后他们俩有两个小孩 可是他们总跟我 对但我待会要讲 他就把我的文案给读出来了 然后我就刚才说 这对夫妻伊丽莎白跟乔治呢 待会要讲 好吧 但是他跟老麦是有两个小孩的 一个叫Clean 一个叫Path 这个也不重要 就是有两个小孩都够了 第三个人是本案的死者 我们叫他凯妈 Kathlyn Peterson 然后她是老麦的第二个妻子 凯妈是一家跨国通讯公司的经理 然后家里的主要收入都是来源于她 然后凯妈 就是老麦他是不怎么赚钱的 对凯妈也是在婚 然后凯妈的上一段婚姻 跟Fred的一个物理学家有婚的 然后有一个孩子 就是他是跟前夫有个孩子 然后上一段婚姻结束 你猜猜是为什么 是不是跟老麦婚外情 不是的 但是是因为那个Fred呢 Fred的皮腿 对对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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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出来的两个其实就是要谈论到刚刚说的那对夫妇 伊丽莎白跟乔治 乔治当时是因为军事行动去世了 在他去世了以后伊丽莎白就急去陪伴 他就跟这个比特森夫妇 伊丽莎白是他的第一人 有点昏暖 不是我说了吗 佩蒂 佩蒂第一人 第二个是台湾 刚抱的一个女儿 那是伊丽莎白 没关系 等到后面讲 聊多了以后 你就差不多知道了 对 再梳理一点 老麦 第一任妻子 老麦是嫌疑犯 我知道 第一任妻子佩蒂 第二任妻子凯妈 凯妈是死的 凯妈是死的 然后有一对 德国夫妇 德国夫妇是谁认识的 是老麦 老麦跟佩蒂 然后他们都是退育金人和小薛老师 你这个要讲清楚的吧 我都没听懂 他们可能听得懂 然后 他就跟彼得森夫妇 不是走关系走得很近吗 对对对 然后之后 伊丽莎白跟乔治有两个女儿 一个叫玛格丽特 一个叫玛莎莎 对对对 玛莎 然后伊丽莎白之后也因脑溢血 死亡 然后她是从楼梯上坠落 楼梯 记住 然后老麦决定收养这两个女孩 作为养女 然后同时也继承了伊丽莎莱的 3.5万美金 所以你现在对老麦是什么想法 她蛮nice的 就是她会去收养她的女儿 对对对 但是她也拿了钱 所以这点就有点不好说 是她自己要 3.5万你还是要养个孩子 因为3.5万最后也要花 哦 就只有3.5万 她是一次性付款 她也不是说什么 什么像我爸给我们的那种 那种读书费用 是不是 感谢父亲 是每个学期还会寄来点钱 这样子 好了 好 屁话不要太多 所以现在开始案件的发生 2001年12月9日 凌晨2点钟左右 多钟 911的接线员就把电话拿起来 听到网外 用惊恐的语气说 我的妻子发生意外 她还在呼吸 从楼梯上摔下来 快救救她吧 然后接线员就说 那多高呢 这个楼梯对吧 然后她说 15 20接吧 I don't know 然后干什么 I don't know 过了一分钟以后 这个就是 她又次就打电话过去 就摇摇 然后就说自己妻子 已经断气了 然后就一边啜气 一边说 哎呀就是 很快过来啊 好 7分钟之后呢 医护员人 以及老麦的儿子呢 一同 大儿子和他的朋友 一同到场 第一批警员 就是到了案发现场以后 然后就看到了现场以后 就觉得 这跟他们所知的 从楼梯上摔下来 不对 好像不太一样 有所出入 然后尸体呢 是仰面朝上的 这个是 然后后脑勺在第一个阶梯 然后墙上 地板 尸体上 全是大量的血迹 有一些甚至干掉 天啊 天啊 血迹干了 嗯 那不是 回来以后就打电话了吗 怎么还有干了的血迹啊 是不是之前有做过什么事 所以我们待会把这个放到后面会讲 OK OK 然后老麦形容呢 就是 讲述他到底是怎么样子一个情况呢 是他与妻子凯妈 嗯 然后半夜凌晨呢 去到了这个游泳池边上 然后准备喝点酒呀 然后聊聊天呀 然后喝了不少 之后呢 就坐了一会就回屋了 嗯 然后老麦就发现这个泳池啊 就没有关 就是那个灯没关 然后想回去关灯 然后就回去了 就就花了一点时间过去 然后回来的时候就发现 凯妈倒在这个雪坡中了 就是他回来的时候没有看见他 就是他回来的时候就看到他就倒在那个 那个楼梯那边 OK 但是没不知道他是死了 这个不重要 嗯 然后但是我也看了网飞的记录嘛 就是Netflix上面也有讲说 他自己修改了一下他自己的证词 就从刚刚说的那个证词呢 又改到就是说 说夫妻俩呢 喝了减酒对吧 然后大概如果干个小时 两个小时左右 然后呢凯妈就说第二天有会议 嗯 要先回去 嗯 那老麦的就在外面 就多坐了45分钟左右 对对对对 喝完了以后再回去 回去的时候就看到同样的这个事情 OK OK 然后呢 我们再说一下尸检结果 尸体上呢有大大小小38处伤痕 那我是得这样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那么多个伤口 然后头皮呢 头皮处呢就是有七处这个裂痕 我给你看看啊 嗯 头皮处有七处裂痕 然后呢颈部的甲状软骨的骨折 然后眼睛就是眼睛眼眶跟太阳穴都有瘀青 再加上这个手腕手臂处也有伤痕 最终呢因为失血过多而死亡 然后自己手上呢还抓了一把自己的头发 有的还连根拔起 主要法医判断的是遭顿物击打 然后头部的那些伤痕你看 头部的那些伤痕呢是因为众物连续敲打 不只是一下 然后呢颈部呢是因为掐住被人掐住造成的 其他的呢是一些防御伤 就是要抵抗 对对 然后刚刚不是说了酒精喝了很多吗 但是其实后来失检了以后发现酒精的浓度并不高 然后呢相当于一杯的啤酒量 OK 对对对 那应该喝不醉哈 就不像是老麦形容的那样 嗯 对 可能的凶器哈 嗯 说是一个吹火棍 我不知道你知道吹火棍是什么样子 不知道 它是那个放在这种壁炉旁边的那种棍子 哦对对对 就把那个木头这样挑起来 对对对 然后是一个又轻又硬的顿物 嗯 多次敲打呢就才会形成那个 它头皮的那种裂痕 这是他们判断的嘛 嗯 然后但是不至于导致这个颅骨内部有损伤 嗯 这个吹火棍呢 说当时是这个凯妈的妹妹 送给这一家人的 哦 然后结果后来在事发之后 哎呀 事发之后呢就不见了 哦 就找不到了 对对对 但是 不是我说就是拿了老婆的那个 老婆妈妈给的礼物杀死了自己的女儿 嗯 这个有点 这个是以后我准备帮 给一个礼物 杀死了 Knock down the wood Knock down the wood 千万不要 送我老公 不拿送我任何东西 动机 嗯 嗯 金钱跟信 是很tipo 嗯 超级 超级特别 其实动机也就那么几个吧 好 动机 我先从金钱开始聊 嗯 刚刚聊到彼得森全家呢 其实基本上收入都是来于卡马 卡马 对吧 然后呢 老麦婚后几乎没有任何的收入 就有点像我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你一开始点题是为了这个 没有没有 天啊 我没有 我没马上想到 他有点题 拉的有点 对 然后凯妈当时年薪呢是14万左右 在2001年的时候是特别特别多 特别多 因为就是他们赚什么值 给他们赚什么值 对 然后已经到达一个入不敷出的这个窘境 天啊天啊 对 那既然这样子的话 那不是就家里就没办法就离开卡马了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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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就是其实凯妈呢 就是如果她死了以后 其实她 她买了保险 她买了保险 凯妈的公司呢 给凯妈买了140多万的保险 人寿保险 而且受益人是从前夫Fred改成了现在老麦的名字 除此之外 凯妈还有35万的地盐赔偿 地盐补偿 deferred compensation 你以为你讲的英文我就能讲英文 差不多也是for 1k那一系列的那种 对对对 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有了没得的补偿 所以她意外死亡 老麦很有最大的收益 很有可能会变成百万服务 you never know 好那信方面呢 警察呢在案发之后 有去到二楼发现一台电脑 然后电脑里面呢 就是有差不多 就其中有删除的一些档案 谁谁的电脑啊 就是老麦的电脑 老麦的电脑 然后里面有几百部的色情影片 加几千部下载的这个色情照片 还有房屋过两百多个色情网站的浏览记录 我跟你讲老麦为什么不赚钱 她花了所有的时间 都是看port啊 那当然了 我花那么多时间我也可以做成一件事 我觉得这个很恐怖 怎么都会做这么多的事情 对对对有点太多了 很旺盛 对啊 感觉好像 对 她每天就不穿衣服在家里面 就什么都会适应都不做的 然后最近人的事大多数都是男同性恋的内容 嗯 对 哇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